中华邮政公司招考今年是吸引了3.4万人来报名 其中受博士生报考人数有2400人左右 13号放榜了 相较于去年博士生全数落榜 今年是有4名博士生录取 其中两个人是基层的窗口柜台人员 起薪31500 人类银行分析说这样的起薪 的确是比博士生的平均薪资还要低 但是国营事业福利好 也让不少博士生甘愿起薪低 也要先抢铁饭碗 扛起30公斤重的沙包吃力折返跑 为了捧邮局铁饭碗 硬试着冒足全力 中华邮政召考今年吸引3.4万人报名 其中受博士生大约2400人 这当中有24位博士生 最后结果出炉 有4名博士生录取 起薪31500元 有可能会被调到资讯部门 对照去年邮局珍视2.9万人报名 同样2000多名受博士生报名 但最后结果报考的20名博士生 统统落选 而今年24名博士生报考 进入第二阶段只有5人 最后4个人证取 其中两人是基层的窗口柜台人员 起薪31500元 另外两位则是具有资讯背景的柜台人员 起薪315000元 人力银行分析 漂亮文凭虽然在求职上还是加分 但不一定每个行业都需要博士生 也让高学历者求职限缩 国营事业起薪虽然不高 但福利好 也吸引高学历者来报考 先求一个稳定工作 也势则在稳定中求发展 谢谢周朴先生见过台北报道